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牛津死成员明吉受动作引起的争议 这其实是一个礼拜之前的事情 但直到今天为止,一直有观众们私讯这个问题 所以就整理了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段 影片中明吉将派对用品放在嘴中 之后利用食指和中指之间抓住了派对用品 对于这个动图,就有人怀疑明吉是不是有吸烟的习惯 首先按照点赞书最多的留言给大家看一下 当时讨论这件事最热烈的叛论团的留言 我也不抽烟,但常常会做成那样 本来就是因为比较舒服,所以才会用那种手势拿烟 难不成是即使不舒服,因为是抽烟的规定所以那样拿的吗 我也不吸烟,但有时候时候也会不自觉的做出那种手势 真是小题大做 看来明吉的人气真的很高 男爱的就算在路上抽烟也会有人替他祸 而女爱的光是手势无意中那样,就被你们胡乱猜测 真正抽烟的人如果在那种情况下会突然觉得不对劲 赶紧改变手势哈哈 真是神经病 我见过的无理取闹装绝对排在前三名内 在说些什么鬼话 那时候大家都留着超长的指甲 每次吹那个笛子时手指都会这样变换那样变换 不断地改变卧法 就连明吉那个片段前用大拇指和食指吹 也用过中指和无名指吹过 谁会偶然那样做 真是无理取闹 不抽烟的孩子也会跟抽烟的人一样做这种手势 因为潘这个论团用户大部分都是女性 所以我也带来了南超网站的反应 不是本人谁知道 感觉他没有时间空间社交的鱼去抽烟了 一定抽烟 但抽烟有什么问题吗 在生活中应该要避开这些人 凭着不确定的事情就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的肯定说实锤了的人 如果看完整影片的话 其实更像是在证明他不抽烟 手指抓握的方式一直在变 竟然有人会认真对待这件事 真是令人惊讶 女精子因为太红了 所以有些人就是想尽办法抹黑他们 这明显是嫉妒讯作祟 其实我也觉得这个留言很有道理 之前新娜强劲也是在直播中做过这种反应 如果我在公开的场所 不小心做出笔中指的手势的话 也会慌张的演变成其他动作的 总结一下就是 这个正义在韩网真的没什么 所以 下个消息是 男团EXO成员产妮 时隔四年首次以个人身份访台 于桃园巨蛋体育馆举办了粉丝见面会 该活动吸引了4000名粉丝参加 产妮的演出也赢得了粉丝们的赞誉 但是 原定的粉丝福利 购买5600元特H的粉丝 可以与产妮面对面逐一欢送 这个福利 突然就被取消改成产妮短账的台上道别了 这一改变引发了粉丝们的强烈不满 但是当时 产人已在旁等待 粉丝们为了产人也只好忍气吞声 在见面会结束后 粉丝们纷纷到主办方的Facebook抗议 有些人甚至表示 将向消保会提出申诉 在争议爆发后 主办方于隔日中午发布了道歉声明 指出这一改变是根据韩方公司在最后时刻的决定 并对此向粉丝们道歉 他们表示 正在积极与韩方协商 以寻求补偿方案 尽管如此 粉丝们的怒火未必平息 毕竟粉丝们 因为是被承诺的一对一欢送福利 才决定购买最贵的票 5600元 对于许多粉丝来说 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粉丝们省吃俭用攒钱 只是为了能够与自己信心念念的人 更近距离的见一面 结果这个期待 就这样被摧毁了 虽然我也能理解 台湾主办方的立场 但不管幕后发生了什么 或是有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局限 现在对粉丝们来说 都不是重点 毕竟那些事情 本来就不是消费者需要考虑的部分 目前粉丝们只是希望 主办方能提出一个合理的补偿方案 多多少少能够弥补他们的失望 对于抢年见面会的福利 突然被取消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